上官的报告将会送给行政医 会尊重行政医的合定结果 以上国座重点新闻 是由快乐联播网直播 感谢你的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 乡亲企团 欢迎收听今天的子鱼生活234 我是节目的主席人丹珠如 又是一个礼拜的开始 话说上个礼拜 我受邀到云林去做了一场演讲 谈的题目是关于第三事例 在2018整个选举 目前发展的情势 那也为就是说 在云林科技大学的同学 就是来说明一下 如果他们是希望能够 在年底的选举中 投下宝贵的一票 给第三事例的话 他们这一票要怎么投 会比较有价值 那关于演讲的一些内容 我觉得其实也蛮值得 跟我们的听众朋友 来做一个分享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 就是说整个第三事例 在2018年年底的 它的一些状况 以及就是跟各位听众朋友 来做一个介绍 就是说这一票怎么投 会让你的票 比较有这个价值跟意义 那我先说结论 要针对这个年底的第三事例 也就是说如果听众朋友 您是想要把这一票 投给第三事例的话 那就是说可以参考一下 我的一个建议 那我的建议是说 如果你的选区 有第三事例的候选人的话 那如果说只有一个 第三事例候选人 那当然没关系嘛 就也没有问题 你的票就投给他就好了 可是万一有两个以上的话 怎么办呢 这时候就有一些原则啦 那个最主要的呢 就是说 根据 那我们希望可以让整个台湾的 政治光谱 可以更加的多样化 能够让更多 有理想的一些小党 可以在我们的整个政治的体系里面 有一个一席之地可以生存 所以如果说您的选区里面 有两席以上的第三事例的 那个这个参选人 那我建议 先把你的这一票 投给怎么样呢 比较弱势的第三事例的候选人 那当然这种东西 我们也可以颁一个 比较掉书袋的理论 来做个形容啦 就是我相信有的听众朋友 对哲学比较有兴趣嘛 所以就是那个 美国有一个政治哲学家 叫做John Ross 那我记得没错的话 他的正义论里面 曾经有一个原则 汪记是第一还第二的 就是说要怎么样能够达到一个 公平正义的一个社会呢 那有一个很简单的批语 就是切蛋糕 就是说一个人切 一个人负责拿 那么切的人 他只能切哦 但是选要让另外一个 负责选的人去拿 在这种情况之下 为了能够达到最大的公平 就是我可以拿的最多 你也可以拿的最多 双方就会可以达到一个平衡点 也就是说我负责切 但是对方负责拿的话 我就会尽可能的 把这个蛋糕切的是一模一样 就是五十五十啦 这样才不会说 那个可能是 他比较有利 而我比较不利 所以说在这个逻辑之下呢 我们建议 如果您的选区 有两个以上的第三势力候选人 先把票投给 比较弱势的第三势力候选人 那么什么叫做比较弱势 我们在稍待的节目中 会来跟各位听众朋友 来继续的做报告 那我们首先先回到 就一开始的部分 就是在2018年的第三势力的 整个选举的状况 以及他们未来发展的方向 在进到这个主题之前 我们要先跟各位听众朋友 来做一个比较 背景的迈路介绍 也就是说 我们一直常常讲第三势力 第三势力 那当然这种东西 或者说这个现象 是来自于2014年的那一场运动 也就是太阳化运动 因为在整个太阳化运动爆发之前 整个台湾的政治的势力 或者是说政治的秩序 它是相对来讲 是比较稳定的 就是自从这个修宪之后 立法委员变成了单一选区两票制 那整个台湾的这个政坛的势力呢 就是以两大党为主 那偶尔还会有一些比较 是属于第三的一个势力的一个小党 例如说像是清明党啊 或者是说台联党 那各自还有一点点的席次 那同样的这些席次 其实在这个整个立法委员的选举的过程中 以及比较没有办法 对于两大党造成一个 比较明显的 或者是说一个比较影响力的 一个发展的状况 也因此 这样的一个稳定的政治秩序 随着满久从2008年上任之后 他就变成了一个状况 由于在2008年的选举之中 前总统陈水扁 他的一个个人 以及他的家族 所涉及到的 关于金钱方面的一些丑闻跟案件 导致了整个 就是2008年的选举中 民进党是遭逢了 史无前例的挫败 并且这股力量 就是人民的不满的心声 就转而投注了另外一个选择 也就是国民党 让国民党在2008年的时候 创下了可以说是一个 非常是史无前例的一个大胜 就是总统是他们的 那国会席次的多数 也是国民党的 那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呢 中国国民党跟马英九 他们就开启一条路线 也就是透过 那个政治跟经济上面 跟中国更紧密的结合 想要去达成台湾跟中国 在终极的这个两岸的 和平统一的这个路线 那在这个过程之中 那中国政府为了能够去配合 就是马英九跟国民党政府的 这些这个操作 那他们也相对的提供 很多很多的这个利多 可是这个利多呢 那就像我们那个 很多的听众朋友 或者是说 关心政治的这些选民 都已经了解到了 中国提供的这些利多 并没有真正的 进到台湾人民的口袋里面 也就是说 他们可能提供的 假设是那个 算100好了啦 我们用100这个单位 他原本想说 这个100这个单位 至少可以投注给台湾人民 可能70到80 让大家可以感受到什么 祖国的恩责 这种之类的 一个统战的目的 那很可惜的 他们所投注的这个100呢 哇可能至少有75 都是先被所谓 中间这个买办阶层 就给他去搜刮走了 那这个买办阶层 最有名的是谁呢 当然就是在这个 首创是说 国共论坛的 那个国民党代表 也就是这个联先生嘛 三代公务员 可以致富的传奇联先生 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当中国提供的这些红利 都多半被这个 国民党的买办阶级 就居中协调 这种仲介给拿走 之后呢 然后剩下的一些25 又被一个所谓基层的 就是买办还有买办嘛 这个红楼梦我记得说 还有那个尾巴还有尾巴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就是说这些剩下的红利 又被这些买办下面的负责 这种承包商啦 这些更基层的 例如说什么协会啊 什么组织之类的 又拿走了一大部分 到最后可能剩下五 或者甚至不知道不到五 可能就二或三 是真正的进到 这个所谓的台湾的 一般老百姓的 这个口袋里面 去让他们有感 那这么巨大落差之下 就导致一种情况 就是说台湾的 基本上的这些老百姓 并没有感受到 所谓的中国跟国民党 他们的这种两岸和平 的两岸荣景 以及这种两岸共同来拼经济 对生活到底有什么 造成实际的影响 反而去发现到说 我们的薪资 或者是说我们的产业 没有办法提升 没有办法转型 因为台湾的经济能量 就在这么一段期间之中 随着就是马银九政府 对于中国的这个广开大门 也不设防 然后也没有什么 过多的一个警戒 或转型的一些措施 使得我们的产业 绝大部分的 或者是说 可以说是鼓励他们 就跑到了中国去 在经济学上来讲 这就造成了一个现象 就是我们的薪资 跟我们的经济的成长 它是被逐步的 跟中国同化 那在2008年到2016年之间 由于台湾的经济实力 跟我们的人力的资源 相对来说 还是比中国优秀的 以及比中国优先的 于是在那个阶段之中 我们会发现 我们的薪资 就一直停 一直停 可是随之而来的是 中国那边的薪资 开始慢慢的赶上了台湾 一直到最近 变成了说 中国那边的薪资 超过了台湾 反而对于台湾的一些青年人才 或者是说一些所谓的这些经理人才 有更另外一种特殊的这种吸引力 因为以前是说那边有市场可以做生意嘛 现在反而变成了那边的薪资比我们高 这就是一种 由于这个政策上的错误 导致了我们原本的经济上的优势 不但没有办法继续的维持 反而被逆转了 比如说被中国超前了这么一个现象 于是这么一个经济上的停滞 跟没有一个进步的状况呢 就转换成了人民的不满 可是就觉得很闷 为什么 因为就不只是2008年输了嘛 那2012年的时候 那蔡英文出来竞选总统 但是也还没有办法 就是能够成功的说服台湾的选民 就是说要把这个马英九这个政府换掉 换成民进党来执政 所以在2012年的选举之中 蔡英文虽然输了大概7到80万票 把马英九吓出了一身冷汗 但是也还没有就是撼动整个国民党 还是比较独大的这个状况 于是对于整个对台湾的未来 比较感到忧心的 不管是年轻人也好 或者是一些那个前辈也好 那大家就开始变得越来越心灰意冷的 因为原本2012年 希望可以利用那个一股作气的这种气势 因为当时候其实整个就是说 不喜欢马英九的这个气氛还蛮高涨的 也希望能够把它做一个政党的轮替 没想到就是没有办法 就是去达成这个目标 因此呢 在这种情形之下 整个台湾社会的政治秩序 它虽然是稳定的 可是在整个社会的这个气氛之中 是处于一种低迷的 而且那种不满的状况是一直在酝酿之中 酝酿久了 就会变成说需要有个发泄的出口 那我们可以看得到 就是在马英九指正 特别是DN之后 有许许多多的这些社会运动 就开始一直在不停的跑出来 例如说像是这个苗栗的大普 又或者是说在这个反梅皮统断 这些或多或少 其实就是一种社会上很闷的情绪 它开始要去寻找一个宣泄的出口 因为政治的系统 它没有办法能够去满足这个人民的不满 没有办法去消化掉它 于是到最后就在一个比较是阴错阳差的场合之下 也就是太阳化运动 这些抗议的学生 原本是要去反服貌的 然后冲进了这个立法院的议场 而且成功的占领了一场的第一个晚上 因为第一个晚上 其实警方是非常强势的 想要把这些去冲进去的这些运动的群众 把他们给清场清出去 就会不成原本的状况 如果那一天没有守住的话 就不会有后来的318运动 不过那一天就正是因为 就是可以说是天时地利加人和 那即便是这个媒体比较没有同步的去关注 消息比较没有办法去散播的情况之下 那些群众透过这个网络的直播 然后透过整个人数的一个死守 虽然说比较弱势 但就掌握住了一些比较重要的据点 然后成功的通过了第一天晚上的考验 然后隔天大批的不只是学生 青年的上班族 又或者是说社会上各式各样的人 都聚集到了立法院周边 去帮这些攻占议场的群众 当做最坚强的后盾 也因此也就正式的去宣告了 就是说国民党想要去动用警察 把这些群众从议场内 从立法院之中赶出来的这个方式 的一些尝试呢 是彻底的失败 也因此就奠定了一个状况 就是原本属于这种两大党的结构 那么以及就是整个政治秩序的 这种稳定被打破了 从318当天开始 进入到一个所谓是 例外状态的一个阶段 于是呢 在这个例外状态的阶段 就等于说相对的 就打开了之前那个 比较是稳定的 甚至是沉闷的 在政治上的这些光谱 或者是说秩序 于是在整个318运动结束之后 我们就看到 有很多很多的一些 特别是以青年为主体的 新的政治的主张 或者是说比较不一样的 一种政治的组织 开始如雨后春笋般的冒出来 他们其实并不是一开始 或者是说从天上就掉下来的 而是他们本来就有 各自的主张跟各自的理想 那么也有尝试的去做一个 一种组织上的一种行动 只是并没有就是说 刚好遇到那么一个 可以说台湾的 解研之后的政治史上 数一数二的大事件 于是呢 利用这个太阳洋化的这个事件 所累积出来的能量 让这些原本就有 不同的政治主张 或者是说不同的一些 政治理想的这些团体 有能够得到一个 非常充分的养分 开始形成了各式各样 不同的政党 那再经过了一番 也就是说内部的路线辩论 又或者是说一些 外在环境的影响 就变成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几个主要的第三势力的政党 例如说像是时代力量 社会民主党 还有一些比较老牌的 像绿党 以及这个激进侧义 这些政党 其实他们都或多或早 就已经有来自于 在过去一些发展上的脉络 那在目前这个阶段呢 我们也可以看得到 就是这些政党 他们虽然说 在整个就是 大方向 或者是说大环境的 这个角度来看 好像大家都是比较 是属于一个 比较支持 左翼路线的 或者是说比较支持 这个台湾主理性 也就是台独立场的政党 但是在他们这些政党 自己所核心的 关怀的这些价值里面 是各自有各自 一个比较优先的东西 就像我举个比方好了 那我们可能大家都有 喜欢吃的东西嘛 像什么牛排啊 蛋炒饭啊 小笼包啊 牛肉面啊 虽然说这些都是 很好吃的东西 可是呢 对于某些人来说 他就是会特别的 想要先吃什么 就例如说 我可能特别想要 先吃小笼包 那有的人就可能 特别想要先喝珍珠奶茶 那有的人想要特别的 先喝这个水果茶 这些之类的 这个套用到政党 跟这个政治上的这个术语呢 就是说 每个政党 或每个组织 他所关心的 这个核心的议题 是有优先顺序的差别的 有的是主张 就是特别的先关注台独 特别关注台湾的 这个主体性 那有的呢 就是特别关注这种 劳动条件啊 或者是说环境的议题 也因此变成了 就是说 在318之后 这些所谓的第三势力的政党之间 有各式各样不同的 优先的主张跑出来 变成了一个非常 就是说 如雨后春春般 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色彩 可是 这样的一个色彩 它毕竟还是来自于什么 我们刚刚提到 318运动 它是一个政治上的 例外的状态 它不是常态啦 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说 总不可能 每天都有人跑去打立法院 而且每次都给你打下来 还可以撑个40天嘛 对不对 这个就是一个 比较明显的例子了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 例外状态所撑出来的 一种空间跟能量之后 它一定会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这股能量 它会慢慢慢慢的 又回复到一个 比较正常的一个秩序当中 那么 从2014年到现在 其实我们可以观察得到 就是说 这样的一个 撑出来的空间 跟它的能量 已经差不多 在今年 也就是2018年的地方选举 会作为一个最后的终结 也就是说 在2018年的选举之后 我们的政治的这个秩序 以及我们政治的整个系统 它会回复到 以前那种比较稳定的状态 于是 对于这些第三势力的小党来说 他们能不能够在 这一次的地方选举之中 可以站稳一个脚步 就会变成一个什么 变成他们未来发展一个 生死存亡的关头 怎么讲 这个就不是我在 危言耸听的 大家要知道 你要能够去扛起 一个服务处 那是多么的困难 我举个例子好了 如果你是在直辖市的话 那当然也不是给你去挑什么 101隔壁那种 非常豪华的地段嘛对不对 你至少 你如果要能够找到一个服务处 三层楼的就好了 那至少你一个月的租金 我们算多少钱 给你算个这个五万好了好不好 五万其实是非常非常便宜的 我有听过可能行情价 可能十几万或二十万都有的 那再加上你要请个正职人员嘛对不对 你的就服务处哦 还不包括你的这个所谓的 议会里面的这个助理 因为今年是地方选举嘛 我们就拿县市议会来当例子好了 那你地方服务处 你至少塞几个人可能三到四个嘛对不对 那既然是第三势力的小党 那我们当然就希望我们的这些员工 可以能够获得比较好的待遇 不要就是说你拿个基本薪资 然后要人家什么都会 又会拍照又会没编 然后又会写脸书巴拉巴拉的 这根本不可能嘛 所以说对于第三势力的小党来讲 假设他必须要能够维持一个服务处做运作 然后他可能至少在服务处要摆算三个好了 三个工作人员 三个工作人员一个人的薪水是多少 那我们算好一点啊 就是给你算三万块好了 就三万块的话 那假设这样的算算一个月多少呢 至少就是人事就十二万嘛 对不对 跟正一下九万块 九万块再加上你的整个房租 那我们凑个整数 算这个三十万好了 就房租二十一万 这样加加一个月三十万 一年就要多少 一年就三百六十万 这是很可怕的一个开销 那我们刚刚已经就是 把一些水电啊 也都算到那个房租里面去好了 所以这还不包括可能你平常要去跑行程嘛 又或者是说有些选民服务案件 你可能也要找个律师 过来做法律咨询 这些种种种种的开销 所以对于一个希望能够去 提倡自己的理想 跟自己理念的第三势力的小党 如果他没有选上 他就必须都是靠自己去募款哦 去募款去维持这些开销 也因此 如果他能够选上的话 他至少在议会里面有一个席次的话 那这些负担很大一部分是可以由这个国家 由政府来帮他做一个这个算是提供啦 就是减轻他非常非常大的负担 因为光是像是在这个直辖市的这个议员 他一个月 我记得好像就有24万的这个工费 可以去请助理 那么再加上他的一些可能交通费 或者是说他的这个房租都会有一些补贴 那这样的东西对于两大党来说 当然就是他的那个 等于说是比较没有那么的重要啦 因为毕竟两大党的募款能力是很强的 可是对于第三小党来说 第三势力的政党来说 这笔钱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的 也因此2018的选举 这些第三势力的小党 能不能够在议会之中选到一个席次 真的就会决定到他们 是不是能够继续活下去的这个状态 接着我们要回到我们刚刚提的一个大环境 也就是政治秩序它会趋于稳定 也就是说至少在未来 我个人的判断 8年10年甚至到15年之间 台湾不会再出现那么大规模的这么一个政治运动 而且也不会再造成这么大的一个所谓的例外状态 也就是说太阳花 它可能在整个未来的10年到15年之间 是不会再出现的 那其实我们可以稍微算一下 在太阳花之前最大规模 同样就是可以造成是一种例外状态的这个群众运动是什么 野百合学运 那野百合学运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1990嘛对不对 1990到2018 哇隔了也是28年快30年的 到2014我跟着一下 所以大概24年之间 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么样一个时间的长期的 这个所谓的周期来看的话 太阳花运动以及2018年对于这些第三势力的这些政党来说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点 那接下来的节目之中呢 我们会再跟各位继续做一个比较是细节部分的探讨 去跟您去分享说要怎么样投票给第三势力的政党 才可以让我们台湾的政治大环境更好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进口广告 您现在收听的是子余生活二三四 天下没有丑女人 只有蓝女人 你为何考成像包青天 雷神我也想要丑小鸭变天额 推荐您最佳的脸部缩食防养生品 蚕丝面膜杖 洗脸敷脸只要三分钟 这是聪明美人的秘密武器哦 闭合脖风脆卵壳膜蚕丝面膜杖 让你肌肤光滑如丝 快上网搜寻快乐爱台湾 互播0809 092 898 随着年龄增长 您更需要补充胶原蛋白 胶原蛋白是人体组织中重要的蛋白质 酵素水解专利胶原生态 分子量小 不含糖 脂肪 胆固醇 不使用人工添加物 让您安心无负担补充胶原蛋白 留住青春 让您容光焕发真的很简单 酵素水解专利胶原生态宪政优惠中 快上网搜寻快乐爱台湾 互播0809 092 898 资讯爆炸时代 要怎样才能懂门道 而不是旁门左道 交给子余就对啦 太阳花时代 蔡英文言懒 党政与国会历练 从联合国到非洲内陆 都有子余的经验 子余将用留学巴黎时的嘲讽风格 带您轻松聊政治 谈时事 快乐联播网全新计划 周一至周六 晚间6点到7点 欢迎收听 子余生活234 好的菌 让您健康舒畅 坏的菌 让您病奄奄 敏苏青 寡糖业菌 给您维持一身轻盈的体态 盐血11株复合式活菌 维持健康的体质 帮助消化 排便顺畅 调整体质从小开始 老人小孩都可使用 现在 敏苏青 寡糖业菌特价中 快上网搜寻快乐爱台湾 互播0809 092 898 快乐台湾 政策武汉 快乐联播网 欢迎回到子余生活234的节目现场 我是主持人陈子余 那么在上一段的节目中 我们有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的 就是年底的这个选举 对于这些所谓的第三势力的小党来说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可以说是生死存亡的一战 因为先不提别的 光是我们想想看 你一个第三势力的小党 你想要能够得到 或者说能够设置一个服务处 并且去维持它的运作 那个对于这些小党来说 就是一个非常重要 以及说负担非常沉重的这个部分 那我们刚才有举例 你这个人事费用 加上你的服务处的租金 水电 网络 那甚至还有这个律师咨询这些东西 你零零总统加一加 你一年没有两百万 可能就是还算是非常的省吧 很多人就是通常都会花到两百万以上了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如果他能够在议会之中 能够选到一个席次 那么这些这个沉重的这个财政负担 就很大一部分 可以由国家来帮你做一个这个处理 也就是说对这些第三势力的小党来说 如果他能够在地方议会 能够获得一个席次 那对于他未来的发展可以说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那再加上另外我们提到 就是从2014年的318太阳花运动开始 那么这一股可以说是在政治上 我们称之为是一种例外状态的一个非常巨大的这个能量 他打破了过去的政治秩序 并且也打开了许许多多 就是让台湾除了两大党之外 还有许多新的让这些政治能量可以进来的这些空间 他经过了四年左右的时间 也即将要在2018年的地方选举 来做一个最后的收尾 也就是说在2018年的地方选举之后 那整个台湾的政治的秩序 跟政治的结构就会稳定下来 于是这个概念呢 就很像是很多人 他们想要去搭上一辆车 那这辆车即将是变成是最后一班车 就是末班车 如果你没有搭上的话 下一班车什么时候会再来 至少8年 10年 甚至到15年 那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比喻嘛 就是在太阳花之前 更另外一场比较早的 它的能量也是同样非常巨大的 这个例外状态的运动是什么呢 就是野百合血运 所以从野百合到太阳花 中间至少隔了20年以上 那我们可以看到2014年 再算个20年是多少呢 2034年 所以说2018是对于这些第三势力小党 也就是说对于这些比较 有一些不一样的价值的主张 的这些政党呢 他们最后一次的 可以去赶上这个末班车的机会 就是在今年的年底的地方选举 也因此 那我相信有很多的听众朋友 不管那个对两大党的观感是什么 但也总是希望说 我们的政治可以变得越来越好 所以希望能够就是用自己的一票 去帮助这些第三势力的政党 能够让他有一个成长茁壮的机会 于是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 想要跟大家来分享的一个原则 如果您是希望能够把票 来投给第三势力政党的话 那你要怎么投呢 我个人的建议是 首先先看你的选区 有没有第三势力的候选人 如果只有一个 那当然没有任何的疑问 就是把票投给他就对了 那如果说你的选区 有两个以上的第三势力的 这个候选人来参选的话 你要怎么投呢 那我个人的建议 出于我们刚刚所说的 为了整个台湾的大局 为了整个台湾政治的结构的多样性 这个角度来着想的话 你应该可以把票 去优先的投给 比较弱势的第三势力 虽然说第三势力已经很弱势了 可是弱势之中还有弱势啊 就是穷还是有最穷的 在这样的原则之下 我们希望可以把这个票 等于说你的资源 优先的去投注给 同样有理想跟报复 可是他就是真的 已经穷到快被鬼抓走了 这个第三势力政党 让他能够至少能够选到一起 然后再可以有一个活下去的机会 给他一个成长茁壮的空间 于是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所一直在强调的观念 那么为什么要这么做 除了我刚刚提到这些内容之外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那当然就是说 这些第三势力的政党 它其实各自都代表的就是 他们自己有自己所关怀的最核心的价值 虽然说从整个大环境来看 这些第三势力政党 绝对不会是哪一种系列的呢 绝对不会是跟国民党有关的 当然绝对不会是跟共产党有关的 因为我们这边所强调的第三势力 这些有价值有理想的第三势力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原则 就是他们会比较是站在支持 台湾的这个主体性 支持台湾的本土价值 然后一些支持 比较一些进步的这些价值里面 例如说像环境啊 劳动的权益啊 又或者是说一些 同志的这个婚姻的这些平权 性别平等 这些比较那个进步的价值里面 在这样的一个范围之中 那我们可以看到 目前就是有几个比较 著名的这些政党 像时代力量 社会民主党 绿党 然后还有这个激进党 激进特异 那同样的 其实我们也看到 有一些比较有趣 就是说还称不上是政党 但是他们的理念 也是蛮有值得这个 发挥了空间的这些 所谓的参政的联盟 像这个欧巴上联盟跟欧姬上联盟 他们就是比较注重 就是自己的这个 小孩子的教育的这一块 那这些其实很多的 这些这个组织啊 政党 其实他们都有非常多的一个 应该是说可以 一些愿景 那我相信他们的愿景 由于他们 是没有包袱的 就是相对于两大党 因为跟整个地方的结构 这么一个长期发展下来 其实他们的包袱 相对来说都比较深 那这些第三势力的小党 他们就是说 有着一个特色 比较有冲劲 那也是比较年轻一些 而且他们多半就是说 对于自己所坚定的 或者说对于自己 所支持的这个议题 有非常坚定的一个信心 跟一个坚持 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如果我们能够让 这些第三势力的小党 在我们的地方议会 不管它是哪一个城市 不管它是哪一个县市 都能够让他们 有一个席次可以去发挥的话 那我相信对于台湾 未来的政治的这个光谱 不只是它的整个色彩的多元性 甚至它对我们台湾未来 整个良好的政治的这个正向的发展 都有非常大的帮助 于是 那我们就要回过头来来说 为什么我们要先 优先把票投给比较弱势的政党 这其中有几个比较主要的理由 第一个当然是说 有的政党 虽然说它也是第三势力的政党 可是它已经有获得国家的补助了 那比如说像时代力量 那他们至少在国会有五个席次嘛 那这样算一算 他们的政党补助款 算一算 至少也是有一亿多跑不掉哦 你看以前的台联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那这么大的一笔钱 一亿多哦 那能够去维持一个政党的运作 对于像国民党或民进党来讲 可能还是有点不太够啦 杯水车薪嘛 因为他们的家大业大 可是对于像时代力量 或者是说 甚至是像其他 连席次都还没有第三势力小党来说 这是一本非常重要的钱 那于是呢 如果我们就会希望就是说 你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是不是希望能够让 有更多的第三势力的小党 也能够获得 就是说至少有一些资源 可以让他们活得下去 毕竟你总是人要吃饱了 你才有这个力气 去做政治的倡议嘛 去做政治理念的推动嘛 对不对 你总不可能说 自己整天就只是喝着白开水 然后就还有那么大的力气 可以去做政治的宣讲 或者是说上街去游行 出去运动 这不可能的事情嘛 每个人都要吃饭 而且其实每个人 也都是要养家活口的 于是呢 我们就希望能够把票 集中给那些 还没有这个第三 还没有席次的第三势力的政党 让他们能够获得一些 国家的资源 可以让他们的理念 得到一些发挥 这个感觉就有点像是说 现在新创圈嘛 大家很热门的一个字 叫做天使创投 就是那个不错的点子 然后这个有一些 有钱的企业家或大老板 觉得说 这个不错 就给他一笔钱 让他可以去发挥自己的梦想 去圆梦 其实政治也是一种创业啊 那而且就是说 政治上 这个所谓的金主 这种大老板 他会分成两种 第一种就是 真的是很有钱的大老板 跟企业一样 第二种是什么 第二种就是像你我们 我们这种小老百姓啊 我们没有什么钱 也没什么资源 但是我们有一种东西 就是选票 那我们这些选票 集中到一个程度之后 就可以变成 例如是说 对于这些第三势力的小党来讲 我们就是他们的天使的这个筹资人嘛 就是让他们送 送他们进议会 然后让他们可以获得一定的一个资源 可以去发挥他们的理想 去做一个 问证的一种监督 于是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 那假设说 在第三势力的这个候选之中 有没有可能 就是在同一个选区 可以有两个以上的候选人 同时当选呢 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说 啊 我觉得这个不错 啊 那个也不错 那如果说同时 在同一个选区里面 有两个第三势力的候选人 都能够当选 是不是是一个最完美的结局 当然 这是一个最完美的结局 可是 必须要很残酷的 来跟各位听众朋友报告 越是完美的 这个这种结局 它就越不可能实现 它越像是一个虚幻的幻梦 那我在那个 去云林的那场演讲里面 我有举了两个选区的数字 那第一个因为去云林嘛 我们就举一个云林的选区 那我记得当时候选的 好像是云林县的 第一选区吧 就是立委的席次的选区 因为2016年的立委席次选区 那整个云林的这个 第一选区部分呢 他的第三势力 总共多少票 一万票 2016年 也就是说从2014年 整个太阳化运动 打开了新政治的可能性之后 比如说大家对于第三势力的这个热情 开始被燃起来之后 烧了两年 到2016年也就是 整个这个热情被点燃 可以说是最高点的那一瞬间 云林县就是第一选区的这个立委选举 不是时代量 而是说整个第三势力加起来 因为我记得那个选区 有两个第三势力的党去选 加起来一万票 可是呢 我们把时间稍微往前提一点 2014年同样的这个选区的部分 那么议员的部分 怎么得票呢 那我们在这边要有一个 比较是背景知识 要再跟大家做一个报告 就是立委他的选区比较大 议员的选区比较小 所以在整个云林的立委的这个选区部分 他其实可以拆成ABC三块 那么其中的A 就是其中的A 就是我们举的这个议员的 这个其中的议员选区的这个票数 最低得票数是多少 一万三千 跟正下不是一万三 这是大概是这个七千多票 六千到七千票左右 也就是说 2014年的议员 如果我们去 这个再给他放宽一点标准 就给你六千票好了 你六千就可以当个议员 可是到2016年的立委选举 你累积了A加B加C 三个议员选区所合并出来的 这个立委选举 你整个第三势力也才一万票 那我们就是做个 比较简单的算数嘛 你三个选区集结起来 有一万票 所以你除以三 等于一个选区有多少票 大概三千票 可是你一个议员 最低要六千 所以从云林的例子来看 一个选区有可能撑得起 两个第三势力的议员的当选嘛 不可能的事情嘛 因为你光是一个议员 你都还差人家一半的票数了 更何况你还要去 就累积到那么多的这个票数 才能够去当选一席的议员 那当然有人会说 那云林啊 它毕竟是一个 可能是比较乡下型的选区嘛 在这种情况之下 组织票比较重要 也就是说人情的网路 是比较紧密的 那空气票是不是 那个就是如果说 放到一个比较都市型的选区 例如说台北的话 那是不是就有可能 可以让一个选区里面 去撑出两席以上的 第三势力的候选人呢 关于这一点 我们这边先卖个官子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进个广告 广告之后回来 再来为您继续做个 那个第三势力选举的分析 您现在收听的是 指鲁鱼生活二三世 少年不养生 老了养医生 男性朋友要选对保健用品 摄虎剑南瓜籽茄红素 血成畅必定 使用南瓜籽茄红素 虾红素 还有专利的血成萃取物 可可多酚 一次给你所有该有的保养成分 给男人幸福的人生 快上网搜寻 快乐爱台湾 过播0809 092 898 专为亚洲女性打造的 毕和薄珍珠换白膏 极致滋润 富含氨基酸 美激力更胜胶原蛋白 可调理肌肤纹路 维持紧致肌肤的弹性 让您由干燥暗沉 变得更加水嫩净白 现在毕和薄极致滋润 珍珠换白膏 特价优惠中 快上网搜寻 快乐爱台湾 互播0809 092 898 从生完小孩抱着上下楼梯 现在走路变得好吃力 我也是啊 年纪大了 走路很不舒服 保养变得很重要 擦的葡萄糖胺产品 让你随时更方便 全用来自纯净无污染的纽西兰奇基之辈 亲口一备萃取物 现在葡萄糖胺MSM关护乳膏 特价优惠中 快上网搜寻 快乐爱台湾 互播0809 092 898 我是无金法发歌开港的时间 因为观众反应热烈 自4月16号开始 礼拜一到礼拜五 早上7点到8点 加入这个发歌开港的时间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回到 快乐台湾 无限精彩 欢迎回到 子余生活234的节目现场 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子余 那刚刚呢 就是我们在上一段的节目 进广告之前 有跟大家先做一个报告了 就是以云林县的选区 来做个例子的话 要在一个选区里面 撑出两期以上的 第三势力的议员的当选人 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另外一方面 我们就拿另外一个对照组 也就是说 我们拿台北市的大安文山区 来当对照组好了 那我们去比较一下 2016年的立委选举 那在这两个选区呢 民进党是礼让了 范云跟苗波亚 这两位社会民主党的参选人 来去竞选这个立法委员 那当然最后还是就是输了嘛 不过至少选的都还蛮漂亮的啦 因为毕竟是整个第三势力的 这个他的一个支持者 再加上民进党的支持者 共同所冲出来的一个票数 成绩还不错 可是如果我们再去跟 这个2014年的这个立委 议员的选举去做对照的话 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就算是 你有这么一个民进党的支持 然后你想要在2014年的议员选举 那个去选这一道一席立委 你的票数都还是非常的危险 所以最接近的反而就是挺多就是苗波亚 他的整个得票数 如果你拿2016他的这个立委选举的得票数 回去反推2014年的这个议员得票数 去做个对照 他可能还比较接近一点点这个当选的偏远 也就是说呢 即使是像在台北市 这么一个所谓的都市的选区 可以用这个网络来进行空战 然后来进行媒体战的这么一个选区 空气票比较多的地方 要能够在一个选区里面撑出两席以上的第三势力候选人 都是几乎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的时候 那我们就只能回到一个比较务实的角度 那也就是说 尽可能的让一个选区里面 能够有一席第三势力的议员 可以给他当选 可以把他送进去议会 让一个新的政党 可以在我们的地方政治里面 有一个生根的 能够有一个扎根的效果 于是呢 在这样一个考量之下 我们就要跟各位听众朋友 再一次的强调整个的投票的大原则 也就是说 如果您希望在年底的这个地方选举 可以让那个第三势力的这些参选人 能够有一个机会 进到政坛里面去 进到县市议会里面去 为帮我们老百姓来做一些新的 这些政治的问证啊 或者是说一些新的 一些政治的理念的提倡的话 那么最重要的投票原则就是 你应该或者说建议您优先的把你的票投给比较没有资源的政党 举例来讲 假设像是在这个那个双北好了 双北的话 他就是有时代力量跟社会民主党 这两个最主要的政党都有推人嘛 那加上还有这个激进党他也有推人 那么在这三个状况之中 哪一个是最没有这个最没有资源的呢 有人会说时代 有人会说是社会民主党 有人会说是这个激进党 但是不管怎么样 绝对不会是时代力量 为什么 因为时代力量 他在2016年之后呢 已经在国会里面有了五个立法委员的席次 有部分区的 也有这个分区的 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们每年都有这个国家 就提供了很大量的这个资源的补助 那么光是政党补助款 这样算一算 可能至少就有一亿起跳了 于是一亿跟其他两个 一个席次都还没有了政党比起来 哇 这个资源的丰厚程度可以说是天差地元 那如果说您在这个这样的情况之下 还是让那个时代力量多了一个地方的议员的话 其实这个对于他们的整个资源来说 并不会起到一个太大的这个影响 因为毕竟已经有了大概一亿的这个中央的资源嘛 那地方就算有 那这样算一算 对他们来说也算是有点是锦上添花了 可是这些地方议会的席次 国家所提供的这些补助 甚至说这些公会助理啊 或者是说一些整个问证的这些 那个提供的一些津贴之类的 对于目前来讲都连一个席次都还没有的 这些小党来说 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资源 可以说是一个这个可以是 天王补星丹啊 拿这个或者是说这个所谓的黑欲段序高 这些之类的这个比喻啦 有时候非常的重要 因此那我们就可以做一个判断跟一个比较嘛 你把这个一个时代力量议员 送进去的议会 跟你把一个社会民主党的议员 送进去的这个议会之中 哇这个对于两个党的未来发展 是有非常非常大的落差的 对时代力量来讲 他已经有立法委员了 那他再做一个议员其实也就还好 可是对于没有立法委员席次的社会民主党来说 你让他能够有一个议员 可以在地方的这个政治中扎根去生存 这个对整个政党的未来 有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展 而且是正向的发展 也因此秉持着这么一个原则啦 那我们可以来盘点一下 到目前为止就是整个台湾 这个全国的选区之中 这几个这个主要的第三势力的政党 他们的一些布局的情况 那我们都知道嘛 像时代力量他布局最广 听说已经提了五十几个人 那这个遍及全台湾各地都有 那像社会民主党 他主要就是在台北市跟新北市这两个地方 那绿党的部分呢 他就是在桃园还有新竹这两个城市里面 那像激进党 他可能就是在台南还有高雄 所以在这几个整个政党的光谱的分布里面呢 如果您是这个希望能够把票投给第三势力的政党 然后让他们能够有一个发挥的空间 给他们一点鼓励的话 那根据我们刚刚所分享的原则 那我当然就建议啦 例如说像双北 如果说你看有时代力量又有社会民主党的 那你当然就是把票可以优先的去投给社会民主党 让没有席次的这些小党能够先有一个席次 先让他们活下来再说 那例如说像在桃园的部分 那桃园的话 假设说像是绿党 绿党虽然说现在有王浩宇一个议员在那边 那如果说那个时代力量也有派人在绿党那边就是去竞选的话 那我还是建议是给绿党 为什么呢 因为不要忘了时代力量已经有国会的席次了 他们光是中央每年的这个政党补助款算一算 就绝对不是只有一个所谓的议员席次的绿党所可以比拟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还是个人建议就是说 可以优先的把票去投给绿党 让绿党的这个资源可以再更多一点 那例如说像是在台南高雄 那也是同样的道理嘛 那假设你的选须呢有时代力量又有激进党 那当然就是秉持着刚刚的这个概念 就是能够让小党可以先活下去的这个概念 就可以把票优先的去考虑给这个还没有席次的激进党 那当然如果说您是还是想说要投给时代力量的话怎么办呢 那也很简单 就是你可以去看一下 因为其实我们刚刚提到了那些第三势力的小党 他们根本就没有那个能力 可以去跟时代力量或其他的两大党一样 全国都提人 所以我们刚刚有分享嘛对不对 像绿党他就是目前是集中力量在那个 桃园跟新竹 那像那个社会民主党就是在双北 而且双北的选区也都没有提满 也才提了几个这样子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时代力量他的提名的范围是相对来说是要广泛很多的 例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 云林就只有时代力量有派人出来嘛对不对 那可能我之前印象都没错 时代力量还想要在台东也派人 所以在这几个选区就是只有他们这一间第三势力代表的时候 那当然你就把你的票投给这个第三势力的候选人是没有问题的 那可能有的那个听众朋友就会觉得 啊我就是不住在那边 我又想要把票投过去怎么办呢 那其实这个现在距离投票还有至少 我想想看现在四月嘛对不对 十一月底投票还有七个月 OK的啦 你还有三个月的时间可以考虑一下 要不要把户口暂时的搬到你想投的那个就是那个选区里面去 因为毕竟根据法律规定把你只要在投票前四个月搬过去 你就可以投票了 那这也是一个方法啦 那总而言之就是还是希望大家 如果说那个回到我们一开始跟大家所分享这个原则啦 就是说整个的政治的一个光谱 政治的结构 这是从太阳化运动打开的这个缺口 让更多的可能性开始产生之后呢 经过了四年的时间 在2018年的年底 这么样一个政治的不同的可能性 即将要开始把这个门关上了 也就是这个末班车要开走了 接下来的八年十年甚至十五年之间 我们台湾的政治的秩序跟台湾的政治的结构 又会回归到一个比较稳定的这个范围之中 那也对于这些第三势力的小党来讲 如果他们没有办法在年底的选举中 能够得到一个席次 能够去站稳脚跟的话 其实坦白讲 我个人是比较悲观的就是说做一个预测啦 就是他们可能这个泡沫化 它的这个可能性是非常非常大 因为我们刚刚也有跟各位听众朋友报告过 你要能够维持一个服务处 一年可能就是上百万跑不掉这个价格 那对于没有这个议会席次 只能靠募款来维持运作的第三势力的这个小党来说 是一个非常吃重的负担 更不要提另外一个比较现实的事情 就是第三势力的小党之间也都会彼此的竞争嘛 对不对 那与其说那个一个小党 A小党 他没有席次 他必须都靠自己的募款 才能够勉强的去维持一个服务处的话 跟另外一个竞争对手 有席次的一个第三势力的小党 算一个B小党好了 这个B小党 他由于有这个政府的补助 补助他的房租啊 补助他的这个助理啊 还有补助他的一些其他的资源 这个资源的落差其实是非常的庞大的 那个时间一久 那整个等于说是一种不对势的战争就开打了 而且这种东西 时间拖了越久 当然是对于越没有资源的人越不利 所以其实可想而知啊 久而久之 可能也不需要等到下一次 也等不到下一次 这个政治秩序再出现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在这个过程之中 那些没有资源的小党 他就会很有可能就先泡沫化了 那当然对于台湾的整个政治的发展来讲 欠缺了或者是说少了这些 有一些不同的声音 不同的主张的这个政党的存在 是相对来说比较可惜的 因为当一个这个我们拿生态系 这个植物界的或者是说 这个所谓的动物界的这个学说 一个学理来做个比喻的话 你要能够维持这个生物的多样性 对于整个生物的环境 对于整个生态的环境 才是一个比较好的状况 因为你这个多样性越丰富 就代表说大家彼此之间的竞争 就会等于说是越健全 那大家有可能会诞生说 更多不同的这个火花跟可能性 如果说一直都只有维持着所谓的两个大党 或者是说这个比较少数的这些政党在互相比较或竞争的话 那当然对于选民来讲 某种程度上也会渐渐的降低了自己的这个政治的这种参与的感觉 因为都会觉得说就跟过去对政治比较失望的那个年代一样 就想说都给你们玩就好了 那我支持的我这票投下去 好像对我来说也没有什么实质的效益 所以站在这个节目最后的尾声 就还是希望可以跟各位听众朋友去分享一个原则 那让台湾的政治的色彩能够更多样化 更多元化 那第三势力的政党尽可能的 让他们能够有一些发声的空间是非常重要的 那2018的地方选举呢 对于这些第三势力小党来说 是生死存亡的最后一战的 在这种情况之下 能够让更多的第三势力的政党的候选人 可以进到议会里面 能够有一个发声的 能够有一个扎根的这个空间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也就希望各位听众朋友 那我说您对第三势力是有期许的 那就不要这个客气 把票去投给比较那个弱势的 没有资源的第三势力 那至于生活二三四 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边告一段落 非常感谢您的收听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明天同一时间 明镜与点点栏目